今天要分享的是HG系列的能天使與GN斬機 然後 本人這組本來沒有想分享 因為這組本人在剛組裝好的時候 就被本人的朋友給摧殘 造成商品有個地方給斷裂了 所以就有點殘缺啦 然後 因為 朋友後來有道歉 所以就 算了吧 對 算了吧 然後先介紹HG本身能天使的部分 因為本人沒買過HG的系列 然後它的 像這邊 那個軟膠那個能量帶的部分變成紅色 跟之前1比60的 1比 60的版本不太一樣 然後 鍵的部分 除了光束鍵 1把以外還有2把這個能量鍵 欸 就是 實體鍵的部分 然後HG的可動性大家也可以看到 基本上 不差啦 尤其是能天使就是為了 可動性的範圍 所以有把很多的部分做一些 用得太用力 尤其這把 左手 欸 右手的那個 巨劍的部分 就是這樣 後 GM戰機的部分是這樣子 其實這個戰機的部分 本人的朋友弄斷的部分 是這裡啦 所以它變成這個關節 後來因為那個 卡榫部分被它踢到的時候 斷了 然後本人再怎麼修 就是那個關節 就是會一直斷 它強度就是已經 不行了 所以本人後來就直接 黏住了 所以後來就有點 有點卡啊 然後 這個系列它直接附一個腳架給你 所以那時候 有些人在問的時候 就直接問一下腳架 然後 組裝上的話是 這裡 這一個孔洞 扣到 它那個 鋼彈的部分 這個孔洞 就可以變成 那種 人天 就是 專載模式 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然後它這一組 其實個人覺得它主要功能 就是被當炮灰 因為它出來沒多久 就被 就被人家用那個炮彈 給 算是擠 擠破 我記得好像出來沒多久 有點忘記劇情 就出來沒多久 它就有點 被打 被那個 後面那個角色給 擊破 然後 剎那我記得 最後是 單機模式 跟對方PK 然後 先把人拿掉 其它的可動部分很多啊 因為這 可動部分蠻多的 可是因為本人的 左邊這邊有點 壞掉 所以就不介紹 左邊就直接從 因為它右邊是對稱 就跟大家介紹 右邊 這邊跟這邊 這裡這裡 還有這裡 都其實有關節啊 所以它可動範圍其實 還蠻廣的 然後腳的部分 其實要把它扣上去 會比較好一點 扣上去 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這個部分 其實是 可以往前折的 會變成像這樣子 然後看起來就是 注意看它這邊 其實腳的下面這裡 這裡 它也有用一個 類似那種腳架的方式 讓它 可以就是做一些 夾錢的功能啊 然後如果你要它 不使用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縮回去 然後把這扣起來 這時候就是變成它那個 沒有裝載鋼彈式的 那種單機飛行模式 然後 先介紹它的單機模式 是因為這組有點大 我個人覺得 像本的這種 直接用相機拍的 然後不做剪接 其實 不是很好拍 唉唷 不要先拆過頭 所以介紹飛機比較快 有點怕它拆斷 其實注意的話 這個連接其實還是可以動 先組裝成飛機型態 再介紹會比較好介紹 它可以直接變成飛機模式 飛機模式就像這樣子 算是還蠻簡易的 然後 可動的範圍其實還蠻多的 後面看是這樣 然後這個是 這裡的噴射器是用一個球型關節 所以這個是可以 後面這噴射器是可以可動的 然後這邊跟腳架這裡 都有可以動的關節 可以完全凹成這樣 或者你要完全收平 也是可以 唉 這裡拍下去 你要完全給它收平 或者是 攤開 到這樣 都還可以 算還不錯 然後注意看這邊 其實 上面跟這裡 它都可以有那個噴射器 都可以打開 然後翅膀的部分 是呈現這樣 你要你也可以把它縮起來 可是本人比較意外 是這個商品 也 它的前面 這兩支 到底要算什麼 因為在劇情裡面 好像也沒看它用這兩支 去做任何事情 本來因為它是類似實體件的功能 但後來發現好像 好像 好像 沒什麼用 對 好像沒什麼用 然後變形成那種 GM戰機 沒什麼用就算了 然後它如果要給那個 剎那做成 就是裝載記憶體的時候 好像 好像 也因為一些功能上的設定 個人覺得好像 很容易就 被遺忘 算是 算是 本來那時候 因為個人那時候 有點想買那個 之前有 那支叫什麼 0083系的那支 機體 那個蘭花 GP03 可是因為GP03 大家知道 真的是太貴了 你那時候 剛出的時候 本來是個 國小生吧 實在買不起 GP03 那種 高單價的商品 所以知道 退而求其是 購買 這一支 只是沒有後來 也因為一些 個人的因素 所以這一支 一直都沒有買 一直到高中的時候 才知道這一支 對吧 過高中的時候 知道這一支 可是一直 也沒有 機會買到 因為其實在宜蘭 你要購買到 模型 真的要花比較多的錢 然後一直到 後來本人自己有在販售 模型的時候 本人才在 跟業務的時候 直接 有再販這一支 所以本人拿好這一支 可是沒有後來就遇到本人的朋友 手餐 把本人這一支 最重要的一個關節 給打斷 其實這一支 組裝後 看起來並沒有很大 所以要擺放 其實 家裡有點空間的人士 還可以購買 不然其實這支 其實有點定位 有興趣的朋友 因為這一支 真的太大 用這種相機來拍的話 實在 拍得不是很好 可以看別人的分享比較快 只是本人想要爽一下說 本人終於拿到這一支了